美华慈心关怀联盟 关于死亡的教育在生命尽头切莫让爱如此纠结 爱是生命尽头的信仰 如何在爱的信靠和仰望中 能让活着的人和逝去的人都安心 报名请扫描屏幕上二维码 视讯zoomid为85966242894 密码是2005 更多详情请上官网 CACCC-USA.org查询 优势频道推出年度的 与你有约前兔四景展新局实体座谈会 将于2月4号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半 在Santa Clara 1177 Laurelwood Road 生命和领良堂的F1教室举行 邀请到半导体科技专家刘孝红博士 电商创业家石天剑 与财经趋势专家郝老师 来剖析2023年重整经济下的投资布局 并接受现场提问 会后还有摸彩 羊眉吐气红包10名 欢迎踊跃报名 限额100位 报名请扫描屏幕上二维码 或上网 www.uchaneltv.us查询 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发现 目前全世界有27%的人存在有睡眠问题 而未经治疗的失眠病人经常出现沮丧 恼怒记忆力下降 伴随着抑郁思维混乱和情绪失控等症状 有介于此 中性福音中心将于2月4号星期六 美西时间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 举办一场名为 失眠的中西医治疗和预防视讯讲座 邀请拥有加州中医师及美容师执照的 苏云霞、Jenny Su医学博士 来与大家一起探讨 失眠的中医和西医的诊疗策略 报名请扫描屏幕上二维码 课程代码为SM323 更多详情请上网 ccmgospelcenter.org查询 希望之心安宁医护关怀系列 在动荡中用爱安顿身心灵 将于2月4号星期六 美西时间上午10点半到中午12点半 举办一场名为 美国医疗体系 如何执行末期生命照顾之 安宁疗护专业网络讲座 邀请希望之心创办人 资深安宁照护社工师 陈维珊女士 来介绍安宁疗护 这一种特别的关怀理念 期望在病人生命的最终时期 能有尊严的活着和离开 而且安宁疗护 可以在任何地方进行 提供舒适的照护 帮助减轻疼痛 并给予身心灵上的关怀和支持 讲座以普通话进行 提供英文同步翻译 请尽快扫描屏幕上二维码 或上网 heartofhopehospice.org 报名登记 如有问题请打电话 408-986-8584查询 自己做点心 不但可以选择新鲜的食材 还可以控制各项食材的分量 让做出来的点心健康营养又好吃 中信福音中心 亲子兴趣课程班 将于2月11和25号的两个星期六 每期时间下午2点到3点 举办大手拉小手一起做烘焙 线上教学 课程适合所有年龄的学员 也欢迎家长带着孩子一起来做 报名请扫描屏幕上二维码 注明课程代码CD320 做点心需要的食材和工具 会在上课前发送通知 请在上课前预备好 更多详情请上网 ccmgospelcenter.org 查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